记者黄杰台北报道,关德建设已故董事长马玉山女儿,前副董事长马少林,担任副总经理期间,涉嫌掏空旗下跟机营造,丁天公司总计7200万元,遭检调搜索后,马女赶紧凑钱回补,但仍难逃罚网,遭施林地检署依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起诉。 遭施林地院金开庭,马女当庭弃诉,指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集团获利,现在却什么都没了,希望法官能给她缓刑。 检方起诉指出,马女2011-2014年间,透过跟机,丁天向下由厂商购买假发票,分三次套取8800万到私人金库,其中4500万支付光德争取建案的中人费,2700万侵占作为个人使用,剩余1600万则因用于跟机的中人费。 不算犯罪所得,检调去年11月29日发动搜索,马女赶紧凑钱回补,并透过律师陈报检察官,杨称钱已找到,却反而让检察官更加怀疑,准备将所有钞票送鉴定,试图查出印制时间比对。 马女自知难逃罚网,才终于认罪,马女经开庭时止不住哭泣,坚称套出的钱用于中人费,交际费,员工医疗费及民意代表政治现金,都是公司业务上,且所有费用已缴回给公司,希望法官能了解,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集团获利。 马女说,她工作25年,为了保护集团辞去所有职务,如今没了舞台,还拿出所有集趣,跟朋友借钱偿还公司,无法面对外人眼光,这段期间还失去最爱的父亲,至今都要靠药物治疗,我什么都没有了,我知道错了,希望法官能给她缓刑。 马女并护律师叶建廷则说,这些钱都没有进入马女的私人口袋,根基营造令还有300多万税金损害,连检察官没发现,马女却都主动缴还公司,且支付的中人费也让检案顺利完成,目前已净赚4300万,渴望持续获利,希望能以缴国库100万为条件,让马女缓刑。